今天带来的故事来自黑镜第一季的你的全部历史 故事发生在人人都植入内置芯片的时代 只要在耳朵后植入记忆粒子 眼睛所看见的东西就会全部被记录下来 记忆影像可以被随时翻查 也可以随时被删除 人们出行安检靠查阅记忆 面试找工作也靠记忆 男主是一个刚刚失业的律师 他在面试后就赶回家参加妻子朋友的晚宴 一进门就看见妻子在和一个叫做乔纳斯的男人亲密的讲话 妻子在看见男主之后表情变得不太自然 这让敏感的男主开始怀疑 宴会上乔纳斯侃侃而谈自己的感情观 其他人都不太想搭理他 只有妻子愉快地搭话 有一搭没一搭地回应着他 两人表现得十分默契的样子 男主心里十分的不爽 席前一个朋友说自己的记忆粒子被人挖走了 不过没有记忆粒子的生活十分自在 其他人都表示不理解 结束聚会后 男主和乔纳客套了几句 顺嘴邀请乔纳斯到家里坐坐 其实他很不喜欢乔纳斯 根本没想真的邀请乔纳斯去家里 没想到乔纳斯竟然答应了 还开着自己的车跟去了男主家 男主无奈只好搪塞说家里今天有保姆 不方便 乔纳斯也明白了他的意思 自觉地离去 回家后男主就开始质问妻子 这个乔纳斯到底是什么人 妻子回答说 多年前他和乔纳斯谈过一个月 就是那种短暂的露水情缘 男主说你不是只谈了一周吗 怎么变成一个月了 说完还犯出妻子当时说的话 妻子对于没完没了的 刨根问底的男主十分失望 他说乔纳斯不过就是个过客而已 自己根本没有投入多少感情和时间 再说了谁还没有个过去啊 男主听到这话不乐意了 他无法接受妻子的解释 于是冲着妻子抱了一句粗口 妻子十分受伤 甩手进了房间 男主也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赶紧跑到房间去解释 妻子很大度地原谅了他 之后俩人做起了羞羞的事 但是整个过程俩人都毫无激情 半夜男主流出房间 喝着小酒 开始看晚上的派对回放 甚至还动用了独唇模式 来分析妻子和乔纳斯之间的关系 想从里面找到 妻子给他戴绿帽的蛛丝马迹 最终被他找到了一些东西 天亮之后 他就把妻子叫来对视 妻子看乔纳斯的表情 十分地深情 然而看他的表情就充满敷衍 面对这种质问 妻子觉得十分地乌语 然而男主在聚会的墙上 还发现了一段劲爆的视频 画面里正是乔纳斯和妻子在热吻 看到这里 妻子只好吱吱呜呜地回答 说自己和乔纳斯交往了大概有半年 一周变一个月 一个月变半年 妻子在他这里的信任 已经岌岌可危了 男主当然不相信妻子的话 他怀疑妻子现在还和乔纳斯有来往 夫妻俩为这件事争执了起来 大吵一架之后 妻子愤然进了屋 而气愤的男主开着车 去了乔纳斯家 喝了酒 又在气头上的男主 和乔纳斯打了一架 男主用酒瓶威胁乔纳斯 删除和他妻子有关的记忆 乔纳斯照做了 然而男主却在回放乔纳斯删除记忆的时候 发现了一个令他无法接受的真相 他立马赶回家找妻子对质 原来乔纳斯的记忆里 有一个画面是18个月前的妻子 而场所很显然是在男主的家里 这说明18个月以前 妻子还和乔纳斯有染 那会儿男主正在和妻子备孕 家里并没有准备套套 所以说孩子有可能也是乔纳斯的 面对这么多铁证 妻子也没有办法再否认和乔纳斯有染 但他说乔纳斯的车上有套 面对这个回答 男主很不满意 他让妻子把视频放出来 以证明 妻子悄悄地想把记忆删除 被男主发现后一把抢了过来 在男主的逼迫下 妻子只好播放视频 视频里的乔纳斯脱光光 并没有带套 看来孩子也不是男主的 无论是哪个男人 都无法忍受这样的事 幸福的三口之家就这么崩塌 男主躺在床上一遍遍地回忆 和妻子有关的一切 他的皱纹 他的笑声 他的触碰 这一切都不复存在了 最后痛苦的男主 将自己的记忆粒子取出 忘掉关于曾经的一切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虽然记忆粒子这种高科技 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便利 但是它也让我们的生活失去了隐私 甚至让我们的生活变得透明 如果你是男主 你会选择清醒的痛苦 还是糊涂的快乐呢 欢迎在下方评论留言 今天的故事就看到这里 咱们下期见